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 帮你挖掘产业深度 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赚20% 5次就能财富翻倍 订阅按赞分享 锁定股市1.0 加入小老鼠OK1788 获得第一手标股资讯 博安你好 欢迎收看股市1.0 台股今天开高震荡收低74点 在23193点 成交量3609亿 今天的盘势如何分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永城国际投股 许一玲分析师 李宁家族家人大家好 我是一点玲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大家好 旁边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凌凌老师 亲爱好朋友们 今天的指数开高走低 震荡压回 符合我在盘前的预期 但是震荡压回 你要懂得早寻 好的股票 好的买点 因为接下来 将会形成了一个 多方转强的效应 很多人都在问 这一波的量大人气的个股 我们该如何去踩对节奏 赚到最好赚的利润 今天的东森盘都连线 而特别的交战 宏家军集团当中的宏准 今天形成了向上的跳空缺口 神达今天再创新高 主力大户落跑了没有 而今天的01 在昨天亮灯攻上掌停板之际 今天又再度的大涨 我要告诉大家12月份 如果你想要大赚钱的人 今天的节目 务必从头看到尾 因为今天1点 你会独家告诉大家 右下角高胜率的三大战术 免费报给大家知道 那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今天的神达 上下非常的剧烈 但是神达该如何去踩对节奏 赚到主力的一个 多方的一个关键价位 而这一波 新AI的一个黑马个股 该轮谁来去做接棒 而今天的一个资安当中的01 在昨天亮灯之后 今天果然再度的冲高 而01之后 要特别去留意到 精神接棒的效益 而这一波的BBU 0涨股你要看谁 0涨股当然就是看顺达 那今天的新胜利 点到五日均线之后 形成了由黑翻红的态势 而系统店却形成了涨多的拉回 而系统店多方整理之后 还会向上 那如何去复制这一波的领头羊 像是联军 像是茂莲KY的起涨效应 所以我过过 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只要赚20% 五次就能够财富翻倍 重点是今天在拉回修正的过程当中 你要买谁 你才能够形成接下来12月份的赢家的模式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周末小不利 记得加莱来领取喔 在资安的领头羊 1.0率先的帮大家掌握到01之够 今天的01再度的亮灯 再度的攻高 既01之够 资安的扩散的个股 你该挑谁 而任天堂Switch的一个加持之下 伪拳店在右下角低激起的转强 而特别去留意到 现阶段集团作帐的效益 谁是受贿的个股 周末的小不利 记得加莱来领取 都会在1.0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当中 然而你一定要知道是 这个礼拜天的早上10点半首播 首播顾名思义1.0会把 最新最棒最前线的第一手产业资讯 来告诉大家 这一波美股最强劲的客股 除了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挥达之外 特别去留意到 麦威尔的财报效应 麦威尔要涨价的利多加持之下 也带动到今天的一个 矽光子的个股 形成了轮动的接棒 而网通厂商迎来史上的最大建制潮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12月份 哪些是右下角 哪些是低激起 哪些是刚刚转强的好的公司 你要提前来去做布局 这一集的YT频道 将会在这个礼拜天的早上10点半首播 所以记得在YT上面 去搜寻一点的股市 1.0 11.0 YouTube频道 还没有订阅 还没有按赞 还没有分享的好朋友们 记得帮1.0订阅按赞跟分享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我擅长抓到盘面的最强势的标的 我还特别告诉大家 这一波的老AI 就在一个区间的震荡 而老AI之外带来的赚钱效应 那莫非就是神达 今天的神达再创新高 它也代表着在11月8号 当神达出现了跳空缺口的石垢 1.0在东升的盘中连线 甚至在我自己的节目上面 第一时间帮大家来去做掌握 但是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神达接下来叫做高手过招盘 主力大户懂得低出 懂得高出 懂得低接 懂得高出 所以短线的多方防守价位 你要特别来去做留意 那这一波的短线防守价位 已经开始做上调了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主力大户的筹码动向 而鸿海连两KK形成了震荡回调 又再度的失守200块钱大关 那很多人都在问 什么时候鸿海才能够转强 什么时候鸿准才能够 站上300块钱之上 鸿海鸿准短线转强的讯号 你必须要提前来去做掌握 那你可以发现到 继神达之够 有一档被委屈的个股 它是谁 它就是英叶达 英叶达目前还在右下角低机器 现在欠东风 什么叫做欠东风 因为未来将会有一根带亮藏虹 来去做突破 所以如何去踩对AI的节奏 如何赚到最好赚的利润 记得加入一点的小老鼠 OK1788 小老鼠OK1788当中 然后你一定要知道是 为什么要跟在一点的身边 来去做提前卡 为什么 因为好的股票 好的买点 我会第一时间带你来去做切入 就如同昨天串起的资安的个股 我们在第一时间 从财报的角度 从产业的一个趋势来告诉大家 这一波的01 就是资安的领头羊 我是不是这么说 我是不是这么做 来请你看关键精彩的VCR 还有这一波的01 我告诉大家成绩单非常好 周K线级别刚刚好回测到起掌区间 周KD又在50以上的金叉向上 该如何来去做一个卡位 跟上一点零买点的一个布局 跟上一点零买点的一个布局 亲爱的好朋友们01 我从周K线级别的角度 从产业趋势向上的过程当中 提前帮我们的家人来去做掌握 那你可以发现到这一波的01 从筹码的动向来看 大户主力站在买方 三户主力再形成了下车的动向 这也从周K线级别的角度来看 AI的应用软实力开始来去做攀升 而这样的软实力呢 它也呼应在这一次的01 它的营收 它的获利持续震荡电高的态势 而且从01的周K线级别的角度上面来看 它周K线刚刚突破了起掌区间 形成了周KD的50以上的金叉向上 当然在第一时间来去做切入 当然在第一时间来去做买进 而今天的01再度形成了资安的领头羊 既然是领头羊 它就会有扩散的效益 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去做交战 什么叫做右下角高胜率的三大战术 这份马赛克的资料 你务必要把它锁定住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能够找到01这样的个股 第一个它的技术面开始转强 具备着底部的形态 而且K线有多方吞噬的一个强烈的讯号 而且在量价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偏多的一个态势 法人又在低档来去做加持 更重要是01也好 甚至像是这一波的一个利基 为什么能够找寻到因为营收 它算是持续的来去做电高 但是在关键支撑 有手之际就可以采取一个 现股分批低阶布局的策略 那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既然是右下角的高胜率的三大战术 我也帮大家准备了右下角的转强标定 第一档是谁 第一档就是集团加持的心底6695 而这份马赛克的资料 我会放在Lite的首页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当中 而你可以发现到这一波的心底 在周开线级别 新过了换手之后的再攻之后 你可以发现到心底目前还在右下角低基 起今天形成了一个多方吞噬的转强 那当然除了心底之外 特别去留意到这一波的利基 我们在拉回 我们在转折的第一时间 带着我们家人来去做一个买进 那你可以发现到这一波的利基 我买进之后形成了大涨形成了攻高 但是1.0不是死多头 我也不是死空头 我会趁着利基在拉高 遇到前高之际 如果你有1.0的盘中指令 你可以顺势的来去做一个获利下车的动作 而另外一半的一个持股 多方的防守价位该如何掌握 记得来找1.0 这个叫做掌握最好赚的利润 你可以一档赚完再赚一档 那除了利基之外 很多人都在问 AI的零档股 神准我怎么看 来注意一下 神准我们在11月8号 当神准形成了跳空轴掌的当天 我就在我的节目上面 事先来告诉大家 它的产业结构开始出现的转变 那你可以发现到这一波的神达 它出现了AI的伺服器 以及AI车用的双刀流之下 而且在受惠在赴美设厂的相关概念 从5字头来到了6字头 从6字头来到了7字头 再从7字头来到了8字头 今天震荡换手再度的挑战9字头之上 那你会问 1.0啊 这个位置的神达 哇真的长得好高好飙 该如何来去做切入呢 来注意一下 多方的防守价位 你必须要来去做掌握 因为这个位置点 老实说当冲率 当冲率高达了7成以上 也就是说100个投资朋友当中 有70个次在做冲来冲去的角度 所以如果你这个时间点 要去做切入的话 你必须要把多方的防守点 来去做事先掌握 而如何去掌握到 多方的防守价位 记得来找1.0 因为这份马赛克的资料 我会放在Lite的首页 小老鼠OK1788当中 那我也说过 520的翻倍计划 当然就从今天拉回开始 就像这一波 我帮大家掌握到八字头台积电 甚至CPO领头羊之一的联军 我帮大家掌握到 第一时间的财进的讯号 所以我才会说 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只要20% 5次就能够财富翻倍 让未来的你 感谢今天的你 打的这通电话 因为下个礼拜 我将会布局这一档标题 这一档标题它是谁 来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它的基期还够低 打出了底型之后 我认为未来的上涨几率 将会有两成至三成以上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既然底部进场 你不赢也难 跟上一点的盘中的指令 下个礼拜一 跟上1.0第一时间的动作 尤其今天在Lite 前五名打电话 进来的好朋友们 第一时间带你进场做卡位 等你赶快把握名额 那我也特别说过 其实第四季来说 尤其是从12月份开始 台股就形成了 一个V转向上的态势 甚至1月2月3月 又面临到红包行情的一个 作战的效应 所以行情如同一言你所说的 指数在四五天的时间 大涨了千点之够 震荡回调很合理 回调是让你再度上车的机会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如何反市场的操作 如何去踩对节奏 赚到最好赚的利润 周末小福利 记得加赖来来认取 我既然能够掌握到01 我就能够掌握到01的扩散效应 而任天堂Switch当中的伟权店 今天形成了一个呢 多方买盘的进驻 如何去掌握到下周的 多方的关键密码 周末的小福利 记得加赖来来认取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当中 那你要知道是 为什么我能够掌握到 台积电八字头的好买点 八字头好买点 我不只买了一次 我买了两次以上 更重要是当台积电这一波 跌到了千元下方 来到了992 来到了996 我还告诉大家 是你现股分批低阶的好机会 那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因为现阶段 台积电就是外资的控盘工具 所以台积电的1100块钱 能不能够有效的站稳 有效的突破 将会为台积电打出 另外一个新境界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从60分钟级别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台积电上方的空方缺口 绝对会不会回补 而AI当中的红海 红嘴 我们该如何去找寻到 它的短转长的讯号 那今天的伪创 委屈了之后 形成了反攻 反攻之后 要特别去树意到 这样子的关键 还有这一波的技嘉 我认为被委屈的音乐达 特别去留意到 右下角第七期的好买点 还有这一波的IC设计 龙头之一的联发科 注意一下 前高一定要带量突破 如果没有带量突破 它就会形成了 大箱形的整理区间 这个操作思路 你一定要务必 来去做一个事先布局 所以AI的一个操作关键 尤其今天 出量的一个神达 创了新高的神达 主力大户如何做 如何想把多方的防守价位 来去提前 来去做掌握 而红海也好 广达也好 短线的转强关键 又该如何事先来去做布局 而这一波 我认为右下角第一机器的音乐达 特别去留意到第一阶布局的好的买点 所以我才会说 第四季都是台股最好赚的行情 如果你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都没赚到钱的人 我说过在下周开始 我准备了一档好的标的 而八字头 我带着我们家人第一时间 来去做布局卡位 而紧接着台积电该如何上车 该如何买庆 而且12月12号又是台积电除息的日子 当天秒填息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周末的小福利 如何加带来人去 记得找寻一点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资案的相关概念01的扩散效应该如何事先掌握 这份马赛克的资料 我会放在来人的首页 小老鼠OK1788当中 那我也说过这一波的BBU BBU开始形成了一个掌势分析的态势 但是领头还是领头 领头是谁 领头就是顺达 领头顺达我们在双11的当天 第一时间从周K线月K线级别的角度来告诉大家 它是通过了辉达的认证的BBU的厂商 而且在A7捷运的一个价值之下 今天的买盘又形成了一个震荡电高 而且在五日居线游手之际 它还是代表BBU的一个领长效应 那有没有什么是右下角整理之后 而且有回调特别去注意到的BBU的接棒力道 我认为大家要特别去留意到系统电 为什么要特别去留意到系统电呢 因为系统电它是真的有通过了BBU的认证 它除了BBU的题材之外 它有兼具的车用 兼具的除能 兼具的机器人 所以它算是多题材的加持 今天的一个系统电 它形成了涨多的拉回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只要月线支撑有手之紧 你要采取偏多布局的操作思路 就像第一时间我告诉大家 系统电的月K线 它打出了W底型 W底型月KD又在50以上行程的清沙项上 当然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就是一个很好揭露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 接下来系统电该如何 低接布局跟上1.0盘中的指令 那我也说过这一波的新胜利 算是跟随着AS跟随着顺达 形成了买盘的推高 而新胜利在车用 在不断电的一个电池 持续加温的过程当中 周K线级别打出了长线的大圆弧底型 周KD又在50以上行程的金叉向上 所以这一波的一个新胜利 它也形成了买盘的一定的低接布局 那今天也沿着5日均线 来去做震荡电高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 为什么要跟在1.0的身边 来去做提前卡位 因为资金会轮动 因为个股会有最好赚的利润 就如同这一档标的 红海红海红海 我还特别说过 当我把红海的加码单 221.5附近 来去做一个获利卖出的头时 我不是不看好红海 而是外资拿红海来去做上下起手 当然我要帮我们的家人 创造出最好赚的利润 而今天的红海 再度的失手200大宽之够 紧接着红海哪里是短转墙的讯号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从60分钟级别的角度来看 160到168 它出现了第一档的转折 那如果你早一点加入好朋友们 你可以发现到 第一时间我会带着你切入到 红海的好的买点 其实呢 这一个阶段 红海它的确是拿下了 GB200的大订单 尤其在明年NVL72的加值之下 在戴维斯双集的爆发力量来看 EPS的年增率跟本益比的核流图 来去做估算 今明两年的这个预估 当红海再度的回调到这个点位 我还会再加码买进 所以如果你手中有红海的人 你手中想要操作AI的操作关键 这一份马赛克的资料 如何获得如何取得 都会在一点的小老鼠OK1788当中 那你会知道是 AI的一个扩散效应当中 最属最强的就是茂莲KY 这次的茂莲KY拿下了 灰达的例外 同时具有TESLA双题材的效应 那还有三绿三生的一个呢 加分的题材 今天的茂莲KY再创新高 但是再创新高 不是让大家盲目的去做追价 而是去寻找到茂莲KY第二的扩散效应 股票都帮大家准备好咯 因为趁着今天的拉虎来 520的翻倍计划最适合大家 每一次只要20% 5次就能够财富翻倍 今天你要特别去注意到 这一档标的它叫做底部成型 底部成型短线上涨利润 将近有两到三成以上 既然是底部成型 进场不迎也难 接着在LINE当中 留下人的姓名 留下人的电话 今天前五名打电话进来好 朋友们1.0带着你提前来去做卡位 记得赶紧把握住 前五名打电话进来的一个机会 带着你提前来去做布局 那我也特别说过 来盘前响先报 是要让大家去掌握到盘式的脉动 我今天的盘前响先报说得很简单 因为今天这个礼拜 也就是今天晚上会有个 非农数据的展开 非农数据的展开 今天的一个指数 它就不会有太多上涨的空间 再加上目前的月线它扣高 所以容易有涨多拉滑的机会 但是涨多拉回不要担心 因为12月份的上涨 几率是高达了7成以上 所以拉回来是让你再度上车的关键 而周末的小福利 如何加来来取 我既然能够掌握到01 我就能够掌握到01的扩散效应 紧接着这些的一个个股 该如何去踩对节奏 记得加入一点的LINE 小老鼠OK1788当中 而第四季来看 都是台股最好赚的行情 八字头带领我们的家人 掌握到台积电的好买点 而台积电紧接着该如何去踩对节奏 AI的操作思路 该如何去赚到最好赚的利润 记得加入一点的LINE 那当然在60秒小影片当中 1.0率先从财报 从营收的角度 帮大家掌握到金测的好买点 记得要加入要订阅 要按赞一点的YT频道 所以金测在我们掌握之后 它开始往千金来去做卖进 甚至除了金测之外 特别去留意到这一波的红准 红准在这一波有利空测试 利空测试过后 要特别去留意到 它接下来低阶布局的好机会 那除了红准之外 特别去留意到 接下来要特别去留意到 像是成名店 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讲成名店 因为在挥达GB200供应链的加持之下 我认为商机是无限 而且目前的一个成名店 来到了季限的关卡 这个季限的关卡 是让你偏多布局的操作 甚至这一波的伪权店 在任天堂的加持之下 市占率来去做提升 所以亮缩回测到月线的关卡 可以来去做一个偏多布局的操作 甚至这一波的一个精尘 在01之后 特别去留意到 精尘的扩散效益 所以我才会说 跟上一点的盘中指令 你可以掌握到 像是联军拉怀的好买点 第一时间上车的好机会 甚至这一波200多块钱 带领我们家人布局到冒联 KY 所以520的翻倍计划 就从今天开始 每一次只要20% 5次就能够财富翻倍 股票我都帮大家准备好 尤其这档标的打出了底型 短线上涨利润将近有2到3成以上 底部进场不赢眼难 前5名打电话进来好朋友们 带着你提前考位 把握住前5名打电话进来的名额 带着你提前来去做布局了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领领老师 帮大家分析 欢迎回到股市1.0 再把时间交给领领老师 亲爱好朋友们 周末的小福利记得加带来人取游 我既然能够掌握到资安01的一个 提挡的效应 我就能够掌握到它扩散的一个标的 这一份的一个小福利如何来去做取得 记得加入一点Lite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这个礼拜天的早上10点半首播 每股的麦威尔形成的震荡电高 矽光子的概念股非常的强 而网通的概念股迎来最大的见识潮 哪些个股在右下角低机期 还没有订阅 还没有按赞 还没有分享的好朋友们 记得订阅按赞跟分享 那1.0擅长的从右下角的 帮大家掌握到起掌的效应 AI的操作思路 神达的多方防守价位 该如何事先掌握 鸿海鸿准该如何去掌握到 接下来的一个接棒的力道 而立即在我们掌握住 关键的转折之后 今天又再度的跌高 但是在再度跌高的同时 我们也顺势把我们的一个单子 来去做一个获利调节的动作 那当然除了这样子之外 特别去留意到 资偷回测连线的一个观察 直接来去做一个 第一阶布局的操作思路 那我也特别说过 跟上一点的盘中指令 连区你可以掌握到拉回 掌握到起掌 甚至帽连KYD时间的好买店 520的翻倍计划 股票都帮大家组号 准备好了 短线操场利润 将近有三成以上 敌步进场不影也难 今天前五名打电话进的好朋友 带着你提前卡位 把握住前五名打电话进来的名额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荐分析 及个别有贷证券 无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致富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 帮你挖掘产业深度 520的翻倍计划 每一次赚20% 5次就能财富翻倍 订阅按赞分享 锁定股市1.0 加入小老鼠OK1788 获得第一手标普资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